我见过挺多刚接触Mac的朋友 他们都会觉得在Mac上装软件很简单 不是有现成的App Store吗 直接搜索你需要的软件 然后点击安装就新了 和在iPhone上装软件的体验是一样的 但是在使用Mac一段时间后 他们会发现 Mac上的App Store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软件不全 很多软件明明有Mac的版本 但是在App Store里面却搜不到 比如你搜索Footshop 出来的结果却是美图秀秀 或者搜索Chrome谷歌浏览器 出来的结果却是遨游浏览器 还有一些软件 虽然能搜出结果 比如Parallels虚拟机 但是由于App Store沙盒的限制 它的功能和官网版本相比 有不少的缺失 价格却是一样的 谁都不愿意搜索Footshop 出来的结果却是美图秀秀 更加不愿意付费以后 使用的功能是阉割版 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在Mac上安装软件 优先考虑的是从官网下载安装包 安装包就是这种后缀为DMG的文件 类似于Windows里的EXE 双击打开以后 会显示软件的图标 以及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和你仿达侧边栏里 那个应用程序的文件夹路径 是一样的 只需要把软件图标 拖着到这个文件夹里 就完成了安装 将Mac上安装软件的方法 从App Store切换到DMG安装包 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磨盒 后面既有广袤的风光等着你探索 也有无数的坑等着你跌落 作为Mac新手 一般开始会遇到两个小坑 让你先适应一下 第一个坑就是在你第一次使用 DMG安装包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搞不明白 这个文件夹有什么用 与此同时还会忽略 那个不怎么明显的箭头 所以非常自然的 就会尝试去双击程序图标 然后离谱的事情就发生了 软件明明没有安装 居然可以正常运行 会让人误以为已经装好了 可是一旦关闭程序 你又找不到它 心态有可能就崩了 别以为这是小概率事件 被这个问题困住的人真的很多 一些开发者 针对这个问题 做出了积极的改进 比如WPS 它会用文字提示你应该怎么做 而不是简单的甩个箭头 就不管了 Chrome浏览器 在这方面就花了更多的心思 别看它用的是极简的箭头指引 好像对新手没什么帮助 但是当新用户按照惯性 去双击安装包里的图标时 它不仅会弹出提醒 还会引导你正确安装 避免了浪费时间 另一个让新手困惑的地方 就是打开DMG文件后 桌面会展示对应的容器图标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也不清楚如何让它们消失 我被非常非常多的人问过这个问题 其实只要在安装完软件后 右键 然后点击推出就行了 和退出移动硬盘的操作是一样的 刚才介绍的都是开尾小菜 现在引入了本期视频的主角 就是苹果在2012年OS10加入的 门禁功能 它的职责是保护用户 不受恶意软件的影响 而觉得有威胁的软件 在运行时会被阻拦 它的处众肯定是好的 但同时也会把一些 我们想要安装的软件拒之门外 举个例子 大拍档剪辑助手和Arctime Pro 都是我经常使用的剪辑工具 第一次运行时 门禁就会介入 并且阻止了软件的运行 它会提示说无法验证开发者 并建议你将它移到废制楼 门禁之所以会阻拦软件的运行 是因为开发者没有给软件做公正 导致苹果无法验证 这个软件是开发者的原版 还是被人修改过 遇到这种情况 你有三个办法来解决 首先你可以进入系统设置 隐私与安全性 在这里就会出现 刚才被门禁阻拦的软件名称 点击仍要打开就可以运行了 并且以后再打开 门禁都不会再阻拦你 你还可以在仿南的应用程序文件夹里 找到软件图标 不要双击 而是选中后右键再点击打开 就能主动绕过门禁的监管 效果和第一种方法是一样的 而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开启任何来源的权限 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不用每次单独申请了 在2016年以前 任何来源的权限就在这里 点一下就开启 但是在2016年6月发布的 MacOS Sierra系统中 苹果隐藏了任何来源 需要先在启动台的 其他文件夹里 打开终端 然后粘贴这样一段代码 这个代码非常容易获得 因为这些年呢 被人反复搜过无数次了 你只需要在搜索平台输入 关键字 Mac任何来源 就可以找到这段代码了 粘贴完代码后 回车 接着输入密码 输入的过程呢 是没有字符显示的 输入完毕 敲击回车 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就表示代码生效 这个时候再回到 隐私和安全性里 就能看到权限 已经从App Store 和被认可的开发者 切换到了任何来源 如果你把权限再切换回去 这个任何来源 就再次被隐藏了 任何来源呢 听起来就很厉害 但并不是开启了任何来源 就能一捞用意 因为门禁除了检查 软件开发者的公正信息 还会检查一个叫做 隔离附加属性的东西 在MacOS系统中 任何通过浏览器下载的文件 都会被系统打上一个 隐藏的隔离附加属性 比如现在我用Safari 从网络上下载了一张图片 在终端中输入这个命令 XATTR 然后空格 再把图片拖着到 中端的窗口里 敲击一下回车 就能看到它所有的附加属性 其中这个Apple.com.quarantine 就代表它被标记了 隔离附加属性 那隔离附加属性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数字的命令 再加空格 然后同样的 把图片拖着进去 敲击回车 就能看见 它的隔离附加属性 到底是什么 其中前面的四位数字 是它的文件状态 未打开过 打开过 被隔空投送转移过 这个所展现的数字 会不一样 而第二个分号所展示的八位字符 记录的就是文件的下载时间 第三个分号 记录的是下载文件 是所使用的浏览器 而最后这个一长串的UUID 是进入数据库 查看更详细信息的索引 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第一次运行 从网络上下载的程序时 门禁会检查它的隔离属性 如果出现异常 即使你已经开启了任何来源 软件仍旧会被阻止运行 举个例子 当你使用了下载工具 下载软件 比如迅雷 但是这个安装包在上传的时候 添加了别人电脑上的隔离属性 那么当你打开运行时 因为数据库信息对不上 就可能会报错 使用U盘拷贝安装包时 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这个时候要做的 就是删除它的隔离附加属性 比如这个应用程序 使用XATTR命令查看 会发现它有好几个附加属性 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隔离属性 输入这段命令后 再次使用XATTR检查 会发现它少了 Apple.com.quarantine 也就是说隔离附加属性被删除了 一般到这一步 没有了隔离附加属性 门禁系统就不会加以阻拦了 如果删除了它 还是没办法运行 那么可以再尝试这个命令 它能把文件 所有的附加属性都清除 我们使用XATTR检查发现 不仅仅是Apple.com.quarantine 而是其他所有的附加属性都没了 回顾一下 苹果的门禁系统 在软件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会检查软件的开发者信息 以及隔离附加属性 只要这两点有一个不满足 就会禁止程序运行 如果你确定程序的来源是安全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开启任何来源的权限 就能绕过门禁 让软件正常运行 但是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 软件会因为隔离附加属性的问题 被门禁阻拦 这个时候就要输入这段命令 删除软件的隔离附加属性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于Mac上安卓软件 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没有讲到 我将在下期视频中做出讲解 这里是Mac音乐堂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